我希望可以每个家庭都愿意回家去开始去做料理 那有一些家的味道 有一些家的温暖 夫妻亲子都可以在厨房供乐 那这个是我比较想要推展的一个企业 其实是出来创业以后才发现 怎么会有这么多无法突破的事情 那如果说你没有一定的毅力 然后你一直想要退缩 那你创业是不会成功的 我觉得那时候就凭着一股傻劲 然后你就是一定要成功不可 我的孩子其实很多人都告诉我说 为什么你这么忙 不把孩子给人家带24小时的 那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 我就算是给保姆带 我一定晚上要带回家 再忙再累我要把他们接送回家 因为我觉得既然要生 那你就要带 那你就必须要负到教养的责任 他们现在大学了 我还在接送 那我觉得在接送的过程里面 我们培养了很多的亲子关系 那他们会跟我分享一些 他们在学校的一些乐趣 我觉得妈妈的力量是无限大的 因为你从来以前不知道你会有 会有多么有能力 但是你当了妈妈以后 你那个能力是你无法想象的 所以不论你碰到什么样的事情 碰到什么样的困境 碰到什么样的难处 不用想太多 因为时间到了 因着这份爱 你自然就会把你的能力所展现出来 感谢观看